接着我们介绍语言变数 语言变数是模糊推论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变数 它是一种口语化的变数 它跟一般所谓的工程上实际的数值变数不太一样 比方说今天天气很热 今天温度很高 天气以及温度这些都是所谓的语言变数的一种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介绍语言变数的应用 以及如何利用Malab来画出我们所对应的语言变数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语言变数吧 这一节我们来介绍语言的变数 一个数值的变数它会产生数字的值 例如温度等于45度 在这边这个温度就是属于数值的变数 而四数则是它的数值的值 那语言式的变数 那语言式的变数则会产生语言式的值 例如同样是温度 但是如果我们用温度是热 则在这边这个温度就是一个语言式的变数 而热它是一个语言式的值 那一个语言式的变数 它所产生的语言式的值 它是一种模糊结合 也就是热本身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值 因此温度本身它是一个语言变数 而热与冷分别对温度来讲 是它所产生的语言值 所有温度跟热这些语言值 都能够用模糊结合来描述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温度就是我们的语言变数 而热与冷则是对应温度所产生的语言值 这两个都是模糊结合 例如当温度等于45度的时候 它是属于热 温度是热的范围 所以归属度是1 而当温度等于30度的时候 它属于热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归属度是0.2 类似的 当温度等于0度的时候 它属于温度是冷的集合 程度非常高 所以归属度是1 而当温度等于10度的时候 它属于温度是冷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大概是0.7左右 而上一张的图形我们可以用下面的MateLab程式来表示 首先我们画出X是从-10到50的范围 每个0.1我们取一笔资料 接着我们要画温度是冷的归属函数 我们可以利用ZNF这个指令 它的两个端点分别是5跟20 接着我们用Prod这个指令 画出蓝色的线条 而线的宽度是2 接着我们再用HOLD ON这个指令 来让所汇出冷这个归属函数的图形 在荧幕上能够保持住 接着我们继续画热的归属函数的图形 那这边我们用MateLab的指令为SMF 25跟40是它的两个端点 同样的我们再用Prod这个指令 画出红色的线条 而宽度一样是用2 绘号图形后 接着我们要在图形上加上抬头 也就是主要的语言值 另外我们可以在X座标加上温度这个标签 以及在Y座标上加入归属度的标签 另外我们也可以在X等于5 Y等于0.8的位置上加上Code这个文字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X等于38 Y等于0.8上加上Hot这个文字 最后我们在X取的范围是-10到50 而在Y座标取的范围是-0.02到1.05 所有的语言值组成了一个项目的集合 例如,温度等于冷、不冷、非常冷 还有温暖、不温暖 以及热、不热、非常热、有点热 还有不是非常冷 以及不是非常热等等 这些都是温度的项目集合 在项目集合里面的每个元素 都可以用论域上的模糊集合来表示 而非常、有些、高度以及大约 这些我们可以定义成如下的函数 假设G是我们的语言值 则高度ofG会等于G的三次方 非常ofG会等于G的平方 有些ofG会等于G的0.5次方 大约ofG会等于G的0.25次方 接着我们用温度的四个模糊集合来说明 第一个是草绿色的冷 但是不是非常冷的模糊集合 我们可以看到当温度等于8度的时候 它的归属度大概是0.6 而随着温度慢慢增加 它则属于这个集合的归属度会慢慢减少 另外一个是红色的模糊集合 是不冷也不热 比方说当温度等于20度的时候 它的归属度就是1 也就是说当温度等于20度的时候 它是属于不冷也不热的一个集合 而当温度等于35度的时候 则它属于这个集合的程度是非常低的 大约是0.1左右 第三个我们要探讨的是黑色的模糊集合 它是属于大约有点热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温度是40度的时候 它的归属度是1 也就是它是100%属于这个集合 而当温度等于25度的时候 它属于这个集合的程度 大概只有0.6左右 也就是25度不太适合 属于大约有点热的这个集合 最后一个是蓝色的模糊集合 它是表示相当热 所以当温度等于50度的时候 它属于这个集合的归属度是1 而当温度等于40度的时候 它属于这个集合的程度 大约是0.5左右 也就是说40度并不适合表示 它是相当热的一个模糊集合 同样的以上的图形 我们可以用mainlab的程式来汇出 首先我们画出温度的范围 是从-10到50 而我们要画有些热的归属函数 可以利用smf这个指令 其中20与30为它的两个端点 而这个归属函数它的颜色 我们是用黑色来表示 我们可以用k来表示它的颜色 同样的它的线条宽度是2 接着我们希望继续画另外一个模糊集合 所以我们用hold on这个指令 接着我们要画出相当热的归属函数 我们也可以用smf这个指令来表示 而35与45则是它的两个端点 接着我们要画这个归属函数的颜色 我们可以用blue蓝色来表示 而宽度也是2 同样的我们的hold on这个指令 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汇出下面的模糊集合 接着我们要画出中型的模糊集合 也就是不冷也不热 我们可以用之前所介绍的gbellmf这个指令 而它的三个端点分别是-10 3以及20 那线条的颜色我们可以用r来指定为红色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用hold on这个指令 来继续汇出下一个模糊集合 下一个模糊集合 我们是一样是中型 但是我们的高度 我们的值只有原来的0.6倍 那颜色我们可以选择用草绿色green 也就是g来表示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图形上加上抬头 组合的语言值 而我们也可以在x座标与y座标上面加上标签 x座标加的标签是温度 y座标加的标签是归属度 我们也可以在四个模糊集合上面加上文字 利用text这个指令 最后我们可以把x座标的范围 限制在-10到50之间 而y座标的范围限制在-0.02到1.05之间 最后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语言值的程度 John是60岁 则他属于老的模糊集合的程度是0.8 那么John属于高度老的程度是0.8的三四方 也就是0.512 而属于非常老的程度是0.8的二四方 等于0.64 属于有些老的程度是0.8的0.5次方 也就是0.8944 而属于大约老的程度是0.8的0.25次方 也就是0.9457 接着是有关于语言变数的总结 首先我们介绍了语言变数的概念 比方说今天天气很热 很热 这就是一个语言变数的概念 另外比方说某个人身高很高 这也是一个语言变数的概念 另外我们解释了如何利用语言变数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应用到我们的模糊推论系统 接着我们介绍如何利用MainLab的指令 来进行语言变数的绘图 那我们可以利用语言变数这个指令 来画出所对应的归属函数 最后我们利用语言变数的概念 进行范例的演练 以上是有关于语言变数单元的总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